字幕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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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又是我Alison 今天呢 我已经应该有 好几年没有 在YouTube上面出现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 那如果还记得我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讲说 你最近过得如何 啊怎麼辦我現在感覺頭腦一團亂太久沒有做youtube了 那今天呢我就是要來分享一個隱形眼鏡 這個是我前幾天我去一個藥妝店我就看到的隱形眼鏡 那我所買的呢這個隱形眼鏡 就是這個Caracon的Color Contact Lens 這個是月拋 這應該是台灣的牌子我上網查然後看很多人都說是台灣的牌子 這好像是它2020他們新出的一個款式 這它的含水量呢有38% 它在藥妝店的架上呢就是它一片就是一盒 所以說假如說你今天兩隻眼睛度數不同的話 你不用擔心說你需要買兩副一樣的隱形眼鏡 就是有點浪費錢 好它的顏色呢是初戀棕 就是一個我覺得還蠻自然的棕色 它的著色直徑 我記得好像是13還是 我有點忘記是多少 但是就是它其實著色直徑還蠻小的 就是以那種台灣的隱形眼鏡來說我覺得算是挺小的 給你們看一下 鏡看 這個隱形眼鏡看起來如何 會不會跑片 繞一圈給你們看 你們覺得如何 我們來測試一下它如果在燈光下面會是什麼樣子 好 如果是 這樣子用我的手機的 手電筒去照 它其實真的看起來還蠻酷的 然後側面的光源 會是這樣 我每次看到我自己帶變色片 我就覺得很不真實 我人生中帶變色片的次數應該沒有超過10次 所以說 我覺得每一次帶變色片都會讓我覺得很驚奇 好 哈囉各位 現在呢 是我的 影眼update時間 還好 就是沒有說有很多寫思 現在的時間是 5點45分 就是過了差不多 4小時 快要4小時嗎 3個多小時 我自己是覺得好像沒有說到 很乾 或是什麼 只有在用手機的時候 跟平常一樣 感覺到有一點 就是 會有點痠 但是呢 也沒有說到特別特別的 不一樣 跟我平常帶隱形眼鏡 希望你們大家今天喜歡我的影片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不要忘記幫我點一個很大的讚 然後呢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開啟小鈴鐺 如果你想要 嗯 在我發影片的時候 就得到第一手的消息 那我們就 可能 或許 下一個影片再見啦 掰掰 話說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 我染頭髮了 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染頭髮欸 我覺得還蠻 就是 還蠻奇妙的感覺 就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染頭髮 雖然我是不是染一個非常普通的一個顏色 就是一個咖啡色的感覺 但是 我覺得還蠻驚艷說 喔 原來人的頭髮就是 就是 那種像泡泡染就可以變色 就是挺酷的 有點像是 帶 帶 就是我覺得 喔我覺得也蠻配我這個隱形眼鏡的 就是都是咖啡色 是 是 在這兒 是 是 是 我 是 是 在這兒 就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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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